巨型白色屋頂整個下線 還有人受困在內 外面民眾相當焦急 不停哭泣 印度西布拉吉斯坦省 23號下午發生一起嚴重意外 臨時搭建的帳篷屋頂突然坍塌 當時裡面正舉行一場宗教儀式 由大批印度教信徒來不及逃生 警方表示 因為突如其來的閃電和大雨 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故 導致不少人被壓在瓦力堆底下 部分甚至因為觸電而不幸喪命 周護車也緊急趕往現場 將傷患醫送往醫院治療 印度總理莫迪第一時間 在推特上表達哀悼 隨後前往醫院探視傷者 目前相關單位也正在進一步 釐清事發原因 帶來新聞揚警編譯 土耳其大臣伊斯坦堡 二次市場選舉結果出爐 再度由在野黨候選人伊瑪莫魯獲勝 有關於你的市場選舉結果出爐 主要選舉的 入市場選舉結果出爐